今天立法院三讀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条例 我们透过这个法把让行人设施能够更好或更安全的做法 直接用法律化的方式来要求中央地方各单位 未来都必须落实都必须执行 同时我们也是直接的面对过去在交通工程设计 老是被诟病做得不好或者是设计有缺失的问题 这一次也是用这个法律化的方式来给予清楚的明确的制度上面的规范 所以今天接下来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提出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推动计划和改善计划 来落实交通工程的改善 而且依法每四年都必须进行计划检讨 除此之外在这一次条例中 我们也要求地方政府要针对学校大众运输等行人密集的场所 要公告指定行人友善区来改善附近的空间规划 在这一次修法过程里面 我也提案强化考核管理的机制 确保工程改善的落实 也要求在推动计划及改善计划的拟定过程中 必须纳入专家学者及民间团体的参与机制 因为许多年轻的家长障碍者 其实都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第一线经验 来协助中央及地方落实和改善 最后 针对排出人行空间上 像是机车花盆等非固定的障碍物 我们也要求内政部在条例生效后 要订定施行细则 要求地方指定专责机关 或落实跨局处的权责分工 下了车 我们都是行人 这是台湾打造行人交通安全的专法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在立法院 监督各项交通工程 预算经费 还有交通教育的落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